1911年12月25日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 12月29日 十七审代表会议 以16票接近全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到南京就职 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告全国同胞书等重要文件 正式宣告 中华民国的诞生 1月2日通电改用杨历 1月3日选举黎元宏为副总统 确定了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1月28日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 作为立法机关 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 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权中 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 除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 拥有统治全国和统帅海陆军之权外 陆军外交等重要部的总长和所有各部的次长 全部由革命党人担任 在作为国家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中 同门会会员也占多数 其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民主共和国的政体 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在中国存在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装置制度 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临时约法共7章56条 总纲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中华民国领土由全国22个行省 加上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组成 中华民国由参议院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 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通信信仰等各项自由 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权等权利 有纳税扶兵役等义务 其他几章规定参议院行使立法权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选举产生 国家政体为内阁制 法院独立审判 不受善级官厅之干涉 以上规定表明 临时政府是以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 代仪政治为原则组建的 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性质 第三 南京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后短短一百多天中 颁布了一系列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愿望和利益的政策措施 在相当程度上也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 例如扫除种种封建弊端 保护人权 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提倡新办工厂矿商银行 垦直事业等 宣布禁止行训 保护华侨 禁止贩华工 禁止买卖人口 废除奴币 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等 宣布改革文化教育制度 否定中军尊孔教育 废止小学读经 禁用清政府学部颁布的各种教科书等 不过南京临时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 例如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告有班书中 就企图用承认清政府与列强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外债 来换取列强承认中华民国 南京临时政府也没有提出任何 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 反而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借口 去维护分建土地制度 以及官僚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和财产 一些省的军政府 镇压了自发抗捐抗税的农民群众和会党武装 从而把工农推向了自己的反面 使工农群众对革命党人的事业 抱失望和冷漠的态度 革命政权基础更加薄弱 辛亥革命是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使中国人民为旧王图存 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 辛亥革命推翻了分建势力的政治代表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 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使中国反动势力乱了阵脚 辛亥革命以后 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 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 封建势力也无力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全局性的统治秩序 第二 辛亥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装置制度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 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 无论谁想做皇帝 无论谁想复辟帝制 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并没有使民国中断 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 三次共和国的波折 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第三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 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 打开了禁锢思想进步的阀门 中国自古以来 皇帝都是至高无上 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辛亥革命连皇帝都打倒了 还有什么臣服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被抛弃呢 第四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气 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如前所述 南京临时政府推行了一系列 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举措 使得随后的几年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所谓黄金时代 革命政府还大树腥风 破除不合时宜的旧风俗旧观念 比如改用公元纪念 公立 比如下级官吏 兼上级官吏 不再行跪拜礼 男子以先声君互称 取代了老爷等旧称呼 男子简便 女子放逐之风 也席卷全国 这些变化不仅转变了社会风气 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 辛亥革命使得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 获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 清王朝 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辛亥革命还影响推动了越南 印尼等亚洲各国的民主解放运动的高涨 是世界民主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一环 列宁曾高度评价道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 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 并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